五公顷的山壁整个崩开滑落山下 详情我们透过连线请记者包金莹来报道 好那么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呢 大小石块顺着滚滚吸水 不断地从这个山上面冲刷下来 那么在中间还夹杂着被整个冲刷连根拔起的大树 那么整个滚滚的泥水呢 就像是土石流一般 不断地从山上倾泻而下 那么这是在嘉义的中浦东兴村 那么在今天凌晨一点多钟的时候 有将近四五公顷的这个山壁 整个的崩塌下来 那么轰隆隆的声音可以说是让民众完全吓了一大跳 那么根本不敢睡觉 那么今天一大早醒来看到现场的情况 觉得非常的可怕 不但是整个山壁像被削了一大块 整个全部崩塌下来之外 另外呢现在还不断地有土石 跟这个黄土不断地从这个山上面倾泻而下 那么由于当地呢住的是有50多户的居民 由于现在呢这个土石流整个冲下来 是已经淹过了马路 那么附近的居民非常的担心 如果再持续这样子山崩下来 土石流持续的话 很担心这个会影响到他们下面 更下游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安全 所以现在现场的居民都非常的担心 大家很害怕在现场严阵隐待 那么现在中浦厢长呢 也到现场要看 是不是要进一步地撤离当地的居民 以上现场最新情形镜头交还棚内 好谢谢金盈 我们看到呢大雨导致山崩 在嘉义中浦这边已经有五公顷的山地崩落了